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世界幾大奇景之一 不是奇景,就很特殊的現象 是彎曲森林 很好玩吧 你只能在波蘭看到這種東西 不過你知道為什麼 是會彎成這樣嗎 讓我來跟你講故事 傳說中 不是傳說中 聽說是之前在世界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有一群木匠 想要有一些彎曲的木材來做家具 所以他們就刻意 在樹還在生長的時候 就刻意把它凹成這樣 所以想說以後 可能幾年後就會有不錯的木材 可以做他們想要做的家具 結果誰知道 好死不死 經過二戰之後呢 那些全部死光了 所以這些木頭 就留到了現在 變成了一個奇觀 很神奇吧 不過有趣的是 就這麼小片而已 可以看到 方圓大概 50公尺吧 就結束了 這個彎曲森林在 波蘭是切青 下面一點點 靠近德國 的邊境 如果要自己來的話 是可以坐車啊 不會很無聊 因為你來這邊大概5分鐘就看完了 所以 也是可以來拍拍照看一下 是還蠻特殊的啦 可以 這次講廢話 就先這樣啦 你看 像這種 男人睡午覺就很不錯 呵呵 有些人睡覺 是沒有人睡覺 最早的 是 有幾個 有幾個 有幾個